大家好,欢迎回到NHK广东话军事频道节目,《军老戏言》,我们节目主持Larry 这一节,我们是世界范围消息,暂时放下乌克兰的情况 我们要和大家关注,包括在西太平洋,尤其是东海、南海、台海等位置 为何我们会关心呢?因为我们在几天前和大家说过 在《河武天理》预报,中国的辽宁豪在5月1日劳动节当日已出海 也穿过公固海峡,进入日本冲石以南附近的水域 开始一年好几天,他们的艦载机集份,或者远洋偏队的集份 当然当中除了春季,去年4月大家也有见过他 今年在4月至5月,可能乌克兰战事也有点影响 影响了少设计节目,但五月都出来,数数近距 这也像是辽宁豪或中国的编队,即是出海的情况 出海,当然带好几艘艦,上面也有一定的艦载机 无论我们说是固定翼或船翼机,他们这次也有距离 今次究竟有没有什么政治操作或战术的意义 今天也会和大家做个分析 开始之前,大家记得首先要给个like 因为你给个like很重要的 你给个like可以令我们有时推上一些推荐的频道 或者热门节目 有时大家不觉得我们会上了一些游戏频道 很过瘾的 试过上到头三头四都试过 多么厉害 原因大家支持 所以大家记得帮忙按like 另外如果你还没按铃铛,请你帮忙按一下 记得按全部,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更新的消息 今天除了我之外,还有另一位主持 大家都认识他,Billy兄,Billy你好 Billy兄你好,大家好 是的,其实我这是一个深宵节目 我们现在好像深宵DJ那样的心情 我们今天的主角就是辽宁豪 Billy兄可否跟我们更新一下 其实廖宁豪由day1到现在 即是行踪的情况 好啊 这个消息也有很多 其实由他5月2号离开了公固开核之后 其实都一直向着南方进发 他的编队有一手055的南昌号 有三手052D,一手052C,一手054A 还有重立暴吉伏伦户号 他5月2号离开公固开核 就一直向南行 大约去到5月8号 5月8号、9号 最新的消息 现在就在石环的南方 大约160公里左右 其实石环这个位置 在图片里已经看到了 很近台湾 就在台湾的东面 中国官员也表示 辽宁号的打击群 在西太平洋进行训练 其实都是按照他的年度计划 或者是例行训练活动 符合国际法 也都符合国际法 不针对任何一方 除了辽宁号的编队之外 其实也有一些消息 就发现 原来中国的解放军 有一些军机 去到台湾的防空识别区 在台湾的西南空域 好像做一个夹击的形势 就是在西南空域飞过 好像去呼应辽宁号的状况 当中有些什么机 在图片里大家也可以看看 里面 有一架是运8 大家会看到运8 包括运杆机 包括空径8 空径8 空径8 空径8很異形 如果新涉足军母朋友 总之看到中国的运输机 运杆机 运杆机 偵察机 收取通讯情报 或是AWAX 空中预警机 空中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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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最先进的 比以往的空中预警 比以往的空中预警 比较大很多的 可以 可以无端3倍的阴速攻击 空中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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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兽 denen 空中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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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4,8,4是32 32支飛彈攻擊 這種比較飽和攻擊,命中率相對提高 所以要計算 大家計算一下就知道 當時解放軍如何處理這件事 Anyway,除了這些固定翼,他很有趣 比利慶,他仍然是否有架直升機 想在ADIZ附近飛翔飛翔 是的,很特別地有一個消息 在台灣的西南空域 看到有一架卡28在轉轉 其實在遼寧號編隊離開宮古黑鴨 一直向著石環方向走的時候 其實它的編隊是越來越少的 我們剛才在咪號有討論 究竟艦艦去了哪裡呢? 有兩個消息出現了 第一個消息就是 就是在台灣的東南國 他們在做火炮訓練的時候 發現到一隻中國解放軍的軍艦 另外一樣就是 在台灣的西南空域 看到這個卡28 在西南空域裡面轉個圈 相信那裡會有一隻 在台灣的解放軍艦當中 我們都會相信 可能是054A 或者是02D 這類型的軍艦 那永慶人 會不會有些特別的狀況 為何要在這個位置出現呢? 其實是挺吊詭的 我們先說回蘭嶼那邊 蘭嶼第一件就是台灣的東南電 其實在這個位置的感覺 解放軍如果他們真的需要做攻台這個動作 其實他們如果真的 假設出航空母艦 雖然其實是未必的 理論上應該是一南一北做一個包夾 其實他們不是要拿來攻擊台灣 他們主要是要攔截 即是過來幫台灣的一些飛機 也好 或者直升機 或者其他運輸機 如果你過來的時候 你會面對著他們的艦載機的威脅 即是我們假設 如果你派F-15過來 那艦載機就未必起飛 當然他們都要觀察對方 會不會攻擊你的船艦 但是他們也有足夠的防飛彈 解決這些問題 所以主要他們就是攔截對方一些後勤運輸 大家有沒有看烏克蘭這次 我想比利也有看 這次其實烏克蘭贏什麼呢? 他是贏後勤 例如什麼呢? 不是他自己的後勤 是各國給他的後勤 他們各國給他輸送入他的生命線 包括什麼呢? N-Law、Biltran 現在就不是了 現在的重型火炮 M777、PCH2000 德國的PCH2000 然後Archer 甚至是AS90 即是這些重型火炮會進去 最重要是他的運輸線可以進去 所以一樣 就是台灣也要有一條運輸線進去台灣 例如在日本那邊攻 美國那邊擺 澳洲那邊擺 要確保一條運輸線 中國派兩艘航空母艦 就是用來截斷你的生命線 如果你派一架戰機來F35 我就怕你 因為你派一架運輸機 我就不怕你 派一架殲15 上去上空做個攔截 所以這些位置 我相信他們是要practice的 但真的很搞笑 你看到一架艦 如果在這附近 我們就猜 其實也是準備替航空母艦開路 因為如果你放在054A 或者你放在052C 我們要去觀察 其實它下面 第一 有機會是有一架潛艇 那潛艇最好的工作用來做什麼呢? 這個時候 對方就不會有航空母艦給你搞 所以我相信這個潛艇 就是用來做開路的 就是潛艇捉潛艇 我們經常說 最好的反潛 除了在海上巡邏機 當然當今世界上最好的就是P8 其次就是P3 或者日本P1 最好的除了海上 其實最好的是海底 因為海底對海底 就是一個比較平衡的局面 所以如果你派093在下面走 我相信去捉一些反潛這些位置 也是最好的 所以我們都估計 如果有零色A 或者有零2C 除了有直升機 就是剛剛比利興說的 就是你派了卡亞伯 卡亞伯 又是一部很棒的機器 但比利興看一看 你不要發覺它和一般直升機 有少少不同 你看它的尾是否有些不同 沒有了那個尾液 尾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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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到它能夠平衡 平衡到便不需要微漲 有什麼好處呢? 這部機器可以做得小一點 因為沒有微漲 整部機器可以做得短一點 做得短的好處就是 如果那些綠機型 你不覺得那麼重要 但你放在艦艦上 我們經常說 一吋空間就是一吋金 每一吋空間都那麼重要 縮小了 放多一點 所以卡亞伯 以往的艦載機來說也很多 但中國現在卡亞伯 真的很少見 你慢慢會貸除這些機器 所以接下來你放 例如0.2C、0.4A 甚至乎放 以往都有聲音 放到零號 我想現在都不會 這些老爺機 接下來都會貸除 我猜它發揮它現在的職業光輝 即管是飛一飛 都不知道它還有沒有下次的 所以大家要珍惜 你可以看到這部老爺機 還可以在這裡飛 我猜它們要做一些反潛的動作 因為如果它們真的要去攻擊台灣 其實對它們威脅最大的艦隊 始終都是水下艦隊 水下艦隊包括什麼呢? 美國的維珍利亞級 或者洛杉磯級 但其實我亦都覺得 其中最大的威脅是來自日本 即我們講他們的柴電戰兵 例如我們講蒼龍級 或者最新大家知道的巨擎級 其實亦都是一個很好的潛艦 它們亦都在水下 都帶上不小的日子 不短的日子 所以它們如果攻擊 你看見中國的航母艦 不是052 其實那個威脅也是 所以一定要找他們出來 所以你有沒有發覺 比利庆 它一個是西南位 是不是? 一個是東南位 沒錯 一個包夾的形勢 就是這兩個位要找出來 可以這麼說 包括台灣接下來 有八手自製的國產潛艇 其實它們到時用的位置 亦都有機會在這些位置 如果你看見西南位 可以做伏擊 東南位也是防禦 狗爬基地等等 花蓮基地 所以也有機會 現在中國超前部署 要做一些反潛性 也有這樣的機會 其實現在看的 無論是航母編隊 打防軍機擾台 以及這個 054A或者052C的位置 會不會都顯示到 中國的ADHD 反介入區域 指這個方針可以貫置殺害 其實我覺得很困難 如果你要用藍隊做就很困難 但是如果你說用陸機的飛彈 去做 暫時中國都能掩蓋到 尤其是我們說的是 台灣 台灣以東的水域 其實都能掩蓋到 但是你主要都是要用火箭軍 就是用火箭軍去做 你用海軍去做 暫時都比較困難 即是它做一些區域防空等等 它都是做到他們的航母編隊的工作 當然我們這次 另一個重點也會看 就是遼寧號出來和以往有什麼分別 因為大家應該有印象 遼寧號出來 上次差不多時候 上年都是這些時候 就是4月 大概4月10多日 大家也記得我們當時不斷追蹤 包括DDG89 馬斯廷號 追蹤遼寧號 大家記得什麼事情 就是CEO和XO 藍者副藍長 一個手手一個腳 就看著遼寧號 當時一直追蹤他 接著到12月 大家都有印象 12月就是去了宮古俠那邊 接著在沖繩以東 那裡做訓練 當時就出雲號跟著他 很拼命 出雲號跟著他 大家看目視的距離 很近 好像跟一個天隊一樣 你覺得感覺 500至800米的距離 很近 非常近 就是目視到的距離 你拿一個望遠鏡 看過去 你看到他們在做什麼 這個距離 這個距離是能射到的 我們說的近程的 CiWS近程的炮 射到對方 所以其實是很貴近 所以我們說出雲號 這件事很拼命 但我們有想到 第一 我們說到中國的航母 接下來的訓練 山東號固然要訓練 他們的藍載機的成員 所以大家有沒有觀察到 他們都不停訓練 他們的藍載機的升降 怎樣可以令到他們 更多有合資格的飛行員出現 始終大家都知道 但是2003 其實現在在上海 現在出來的情況 還未這麼快 因為大家知道上海封城 所以需要一點時間 我猜到下半年 可能到7月8月 有機會到時可以出來和大家見面 現在差什麼呢? 他三條電池軌道已經安裝好了 南島固然安裝好了 他現在欠一個升降機 升降機 大家有印象 有兩個 在右延 一個南島前 一個南島後 兩個升降機 他比較保守 我開始也猜是三個 三個升降機 但他最後都是兩個升降機 我們猜他也是要培訓 多些不同的訓練員出來 始終是用電子彈射 現在需要他沒有 但他也要做 另外他出了一個殲15T型 這就是我們說的彈射版 在去年的新聞 尤其是在去年的章行展之前 亦有給大家知道 出了一個彈射叫做殲15T 但我相信 接下來當測試完成 他就會有一個新型號 叫做殲15B 到時便會走出來 配合整個彈射的位置 之後會加上一架叫做殲15D 即是我們說的藍載電子機 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即是B even Billy 即是我們說的 美國航空母艦上也有電子機 即是我們經常說的 EA18G 是的 EA18G 他們也會在上面有 所以我相信中國現在也是在做 很有趣的 我們有機會跟大家介紹 殲15D 其實也從殲16D 即是這個 我們說的六機型的電戰機 這個就在上年的朱鶴航展 大家看到出來了 我們也有跟大家介紹 我們相信它們是指揮機 就是殲15D 有的東西 殲16D 你會在它身上發現 不過稍稍不同的可能是 殲15D要適應海上環境 所以有些東西要微調 而殲16D不需要適應高溫 高鹽份、高濕度的問題 所以相對比較容易打理 殲15D有機會是借助殲16D的技術 移植了殲15D 但要稍作調整 才適合南上工作的環境 所以只能這麼說 在003出來之前 我覺得遼寧號也是 就是身負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大家有沒有發現 山東號好像很久都沒有見人 可以將所有任務都給了遼寧號去做 對 山東號大家會發覺 咦?石頭都不見了 山東號去了哪裡呢? 所以我覺得其實 山東號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是上一次遼寧號被DDG89追擊之後 可能都有點擔心 山東號輕輕吐吐這些東西 就是偏對飛行的東西 其實他們的歷史任務都差不多了 其實遼寧號都還能捱到的 那不如不要再生多些波折 如果你現在再訓練山東號 那你還沒有時間去做一些禍合 當然遼寧號不用了 遼寧號馬上用就可以了 而且他們的主力突然是003 不是山東號 所以我覺得山東號的效益是有點問題的 是需要大家關注的 山東號怎麼用呢? 就是用來戰鬥、訓練 訓練就好了 所以山東號的定位是有點尷尬的 但我相信在加方軍裡面 應該都會有一個新的角色 會提供山東號的 我們都相信 那BDing有沒有甚麼在找看 關於今次遼寧號的 要用遠洋訓練 也沒甚麼特別 大部分的東西都介紹了 是的 所以大家觀察 這次他在台灣移動 我相信它也要熟習 上年年底可能是比較 捆边游做了一次和中俄军舰拾手 今次就针对台湾游戏 这位置也接近石门岛、羽纳国岛的位置 所以对日本的安危,大家留意到 安倍经常说要注意 由西南诸岛来说,你打台湾 西南诸岛附近,尤其是台湾的羽纳国岛 我们说石门岛,甚至公固岛 其实都是优势与共的 因为反弹飞弹、防飞弹的距离 根本是完全吸化在那个情况下 所以我也相信日本来说 他们一定是死满台湾 也当台湾是西南诸岛的最后一条岛链 首防御位置 所以我们继续观察 包括日本这边 如果我们说出云豪,即将会改装成风 然后我们看澳洲那边 那两艘蓝将会改装成为F35B的量身攻击蓝 这些全部都是我们亚太区、印太区这边 这些大市都值得关注 好,这一节就到这里 大家记得帮忙,包括看广告 订阅我们的YouTube 亦可考虑长期订阅我们的PATREON频道 支持我们本土的一个广东话的军事评论频道 另外,亦可除完货金 包括银行PayMe转数快 或者网上可用PayPal 大家记得多点留言、like、share 未like,现在快点like 好,我们就在其他的实际平台消息 和大家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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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